美股周三收高 尽管美国7月ADP就业数据远勋预期 显示就业形势再次恶化 但纳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涨 并再创历史新高 盘中首次突破11000点关口 道指与标普白指数录得四连涨 截至周三 标普白指数距离今年2月19日的 历史最高纪录仅差2% 相比于3月23日暴跌时的最低位 已经上涨了约50% 这其中主要受到龙头科技股 脸书亚马逊 奈飞 苹果 谷歌和微软的带动 因此可以说 如果3月底以来 笃定投资科技股的朋友 应该是收益相当可观 美国奥本海默首席技术分析师 Eric Ward认为 美股从3月底的低位反弹 主要集中在一小部分股票当中 但是其他个股和板块跟随上涨 只是时间问题 他表示 将会有更多的在纽交所交易的股票 升至200天均线上方 这通常是稳定牛市开启的信号 然而 也有华尔街分析师 对目前的股市表示担忧 例如Tom Assey表示 如果美国政府新的财政刺激计划 不及预期 或者疫苗研发情况不尽如人意 那么股市将很可能 快速出现10%的回调 值得投资者警惕 目前白宫和民主党 关于抗疫纾困法案仍在紧张谈判 虽然还有诸多细节未能达成一致 但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三表示 会争取在本周末前达成抗疫纾困法案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